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言的情绪就像是一个黑洞 让人深陷其中 看不到生活的光亮与美好 莫言在《石草家族》中写道 人要生存便得摆脱连环般的桎梏 忧愁悲观便是人最根本的死地 人活于世间要学会不生气 要学会控制情绪 学会不生气 快速地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 才能战胜更多的敌人 一起风发地去应对各种挑战 与人相处 让你不生气的四句话 一 任何事都没有你的健康重要 人生路上别为了一件事而气坏了身体 任何时候请记住 别生气 生气会消耗你的健康 柏拉图说 第一财富是健康 第二财富是美丽 第三财富是财产 很多人把健康比作一 财富 名望 地位等等都是零 只有一存在 其他的一切才有意义 如果为了一件事生气 血气上涌 控制不住情绪 让自己的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 躺在病床上 会发现面对一切是那样的无能为力 在生气之前 劝劝自己 别为了他人而生气 不值得 不生气就是爱惜和保护自己的身体 而且 不轻易在别人的煽动之下发脾气 往往会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人生路上 在乎自己的健康和身体 就是保住自身最大的财富 这世间 任何事都没有你的健康重要 所以 别生气 别在负面情绪之中随意消耗自己的健康 二 别为不值得的人而生气 人生在世不在乎你的人 总是伤你的心 让你生气 而真正爱你的人 会舍不得让你生气 任何时候 请不要被他人轻易影响到心情 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而生气 孔子的一个学生 曾和一个绿衣服的人起了争执 那个绿衣服的人说一年有三级 孔子的学生很生气 与其争论不休 还去让孔子评理 孔子看了两人一眼 说一年有三级 并且他还让他的学生去给那个人磕头赔罪 那个人得意地离去 孔子的学生不明白 为什么老师会这样做 孔子说 你与他争执生气 他是个蚂蚱 只活三级 根本就不知道冬天 为了一个这么见识浅薄的人 争执生气 没有丝毫意义 庄子 秋水中写道 景语不可 语于海者 居于虚也 下诚不可 语于冰者 堵于实也 取世不可以 语于道者 属于教也 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环境不同 立场不一样 便很有可能因为矛盾和冲突站到对立面 人生路上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生气 这世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辨别出是非对错 随他去 保持好自己一颗平静的心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三 你的生活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生活是自己的 不要过给别人看 做人千万不要仰望别人的生活 因为自己意识他人的风景 当你羡慕那些明星都是前呼后涌的时候 可是 你怎么知道他们又何尝不羡慕我们 普通人的生活 自由自在呢 当你羡慕那些高消费人群都是出入高道场所 可是 你怎么知道他们也是为了生存 是身不由己 每天都在讨好客户呢 所以 不要羡慕他人的生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人人都有苦处 只是 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好的一面而已 人生里没有谁的幸福值得羡慕 一个人总是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 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仰望和羡慕着 其实 每个人都是幸福的 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的眼里罢了 当你羡慕别人的孩子开车 豪车 父母开着大公司的时候 殊不知别人的父母羡慕着你的孩子懂事和孝顺 人生真正的幸福是家庭的幸福 家庭的和睦 只要一家人和和美美就好 只要一家人健康平安就好 即便是拥有再多的金钱 也不如心情的温暖 即便是拥有再好的物质 也不如家人的陪伴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家庭的幸福 你家庭的幸福也会常常展现在别人的眼里 透过别人的眼睛折射出来的光芒 你会看到那些光芒中反射回来的是你的幸福 人生志足常乐 千万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 你越是羡慕就越是不满自己的现状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走自己的路 好好生活 做一个接近幸福的人 编智林说过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 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我们在仰望别人幸福的同时 别人也是以同样的姿态回望我们 没有谁的生活值得羡慕 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重重之重 四 生气的时候学会取悦自己 多年前有位诗人写了不少诗 肖有名气 可是有相当一部分诗没有发表出来 也无人欣赏 为此诗人很苦恼 诗人有位朋友是位禅师 这天诗人向禅师说了自己的苦恼 禅师笑了 指着窗外一株茂盛的植物说 你看 那是什么花 诗人看了一眼说 夜来香 禅师说 对 夜来香只在夜晚开放 你知道吗 夜来香为什么不在白天开花 而在夜晚开花呢 诗人看了看禅师 摇了摇头 禅师笑着说 夜晚开花并无人注意 他开花只为了取悦自己 诗人吃了一惊 取悦自己 禅师笑道 白天开放的花都是为了引人注目 得到他人的欣赏 而这夜来香 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 依然开放自己 芳香自己 他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 一个人难道还不如一株植物 诗人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禅师继续说道 许多人总是把自己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给别人看 让别人来赞赏 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 其实 人应该为自己而活 一个人只有取悦自己才能不放弃自己 只有取悦自己才能提升自己 只有取悦自己才能影响他人 夜来香 夜晚开放 可许多人 却是枕着他的方向入梦啊 是啊 我们活着 不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 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而是为了取悦自己 当你生气的时候 不妨试着做一件让自己高兴的事 学会取悦自己 稳定自己的情绪 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更容易转移和释放坏情绪 生气的释放 听一段优美的旋律 看一些励志书记 或者去一个风轻美丽的地方散散心 调节自己的情绪 对自己好一点 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做起其他事情来 会事半功倍 越是着急 就越是应该让自己冷静下来 有时候一个人先从生气的怪圈中走出来 就会发现 情绪激动并不能解决问题 懂得先哄自己开心 有一个好的心态 更容易看透问题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生路上 在自己生气的时候 学会取悦自己 善待自己 别让自己被负面情绪控制 别人伤你欺你时 你更要好好地爱惜自己 因为你很珍贵 值得被自己好好善待 人生路上不要生气 遵从自己本心走下去 很多疾病 都是因为愤怒伤身 伤神 遇事 总是让自己的情绪过于激动 很有可能会消耗自己的健康 人一旦病倒 功名利落 爱恨情仇 都成一场空 生气之前 先考虑一下值不值得 任这一生 身边重要的人 其实就那么几个 为了不相干的人生气 是让自己做了一笔赔本的买卖 每个人都有权利坚持自己想走的路 但没有办法管住其他人的嘴 与人相处 难听的话耳不入心 就不会牵动自己的情绪 学会不在意 学会看淡 就能学会不生气 不在乎他人的眼光和评价 学会不生气 将更多的精力用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 就会活得更加灿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